路易再不说话了 反正回到书桌前 继续看他的图去 抬眼举止间 似指当没有他这个人 这该是默认的意思 今下心灵神会 转出去取了水和抹布过来 玩起袖子就开始 上上下下地擦洗起来 这些活他自幼在家中是做惯的 顺手顺脚麻利得很 现下更加加倍卖力 路易消了气 把那二两三千银子勾了账才好 过了一会儿呢 高庆进来 见状拿眼多瞄了他几下 没敢多问 拱手向路易说 大人所吩咐之时 卑职已命人去朝 不知大人可还有别的吩咐 暂时没有什么要紧实 路易提笔战末 抬眼朝地说 你这两日辛苦了 请回去歇息吧 明日早起再来 多谢大人 卑职高腿 高庆退出去之前 又瞥了惊吓一眼 后者正跟个调桌腿子过不去 那腿子下部 抠出卷叶装饰 好看倒是好看 可条条凹处 寄了灰尘 清扫起来甚是麻烦 他又是用纸节抠 又是由抹布蹭 正干得起劲呢 再看路易 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 怎么看都像是猫戏老鼠 也不知路易究竟是樱河 要为难这个小不快 他暗自摇了摇头 眼见到了正午 路易也不会去礼金下 自顾出门 大概是用饭去了 他好奇兴起 拿着抹布去擦书案 手上虽不停 眼封却直往岸上瞅 是地图果然没错 且就是扬州城的地图 他没费劲就找着官邑所在 然后是提行按查史丝 接着又找着昨日去过的 宅宅 还有今日上传的码头 他盯了这图半日 究竟在看什么呢 今下贫眉回想当时路易的手指 是一条斜线 向左上角延伸 西北面 他的目光落到地图西北角 细细扫悬了几遍 却始终找不出有什么问题 正当他疑惑时 路易已返回来 见他仍在擦洗 皱皱眉头说 还没打算好吗 我要歇息了 好了 已经好了 今下紧接着抹了两下 手了手笑着说 大人您瞧 这桌 这椅 这棍 我干活没得说 干净的 都可以用舌头舔了 不信您试试 路易没接话 刚看着他 今下自己也意识到 这话是有点不对劲 一阵善笑遮掩过去 接着又堆笑着说 大人 你看我也知道错了 那 那个银子 是不是 路易盯着他片刻 忽问道 二两银子而已 丢在水里 也不过就听个小 犯得着你这么 卑躬屈膝 委屈求全吗 文言 惊下面上的笑 一慢慢退去 低下了头 习惯性地用脚 去轻轻蹭门槛说 当然犯得上了 你们上头这些人 自然不会知道 我们下头的难处 如今东厂西厂 北镇辅斯 南镇辅斯养了多少人 每年开销多少银子 想必您心里也有数 反之 三法斯坦派下来的银子 一年比一年少 上头一再要我们节俭行事 如今光是租条船 就花了我一个月的月缝 投入去找刘大人报账 定是要受他训斥 看得脸色的 我卑躬屈膝 总好过他卑躬屈膝吧 听吧 陆一静默未雨 却听他又说 再说 不过只是打扫屋子而已 又不是卖身 这事我本就在行 也不觉得如何委屈啊 怎么 大人您看着 觉得我的样子很憋屈吗 陆一扶了扶头 不再理会的 静止往里头走 啊 大人大人 那银子 静下 气而不舍地陪着笑脸 有两件事 第一 女舞后出去一趟 看看宅姑娘 线下住在何处 替我把这个送给她 陆一递给她一个匣子 再打听清楚 她平日有什么喜好 想吃什么玩什么 隔着 侠盖在锦绣了几下 她抬头问道 香料啊 摄香和冰片 甸甸匣子的份量 尖笑估摸着 香料怎么也值 三四十两银子 只是不知道这银两 是陆一自家掏钱袋 还是从宫中报账 陆一画风一转 忽看着她说 上官堂主为人甚好 我瞧你可一个姐姐叫一天 我安邦在此地 时日已久 若宅家就住在水边不远 找她打钉 说不定能快些找找 您让我去找上官堂主 说实话 因船上的事 今下原就想去找一趟上官西 可陆一开口说这话 不由得让她怀疑 是不是被她看穿心思 有问题 好 没有没有没有 陆一接着吩咐 第二件事 金翼二更 你到周贤宜所住的小楼去 点上灯 再把窗子打开 要和周贤宜自一那晚一样 然后你就在里面候着 和自一那晚一样 还得候着 今下贝极 趁着冒凉起 大大大大人 您您您 您这是要做法呀 还是猪鬼呀 陆一瞪她一眼 她不得不小心地问 那得候到什么时候啊 急叫过三遍之后 你方才吹灯下楼 还有 此事不可对旁人说 听了这话 今下又是一阵阵背脊发凉 又不好拒绝 那那那银子 她淡淡地说 此事日后在意 即使在意 那至少是有商量的余地 今下欢天喜地地领命出来 此事五时已过 官衣内静悄悄的 众人都在歇舞 今下公目着头也歇下了 公目着杨岳会给自己留饭 她转去灶间找饭 却看见杨岳窝在灶间里头 抱着根萝卜正雕花 大杨 有饭没有啊 杨岳往旁边的剃笼里 弄弄嘴 今下掀开笼屉 见着一碗黄金璀璨的蛋炒饭 大喜 把匣子往旁边一搁 忙捧了碗出来 取住就往嘴里拨 这是什么 杨岳也隔着匣子秀了秀 舍香还有冰片 这东西不便宜 你哪儿得来的 哪里是我的 是陆大人命我送去给宅姑娘 今下咽了口饭下去 还叫我问他平日里喜欢什么 吃什么玩什么 看起来他对这位宅姑娘还真上心 把雕花萝卜割下 杨岳直起身 语气已有些兴奋 这是要送给宅姑娘的 沙 我同你一道去 未料到这么快又能见着他 杨岳满灶间转过不停 看得今下眼都眩了 你说他身体不好 那该吃些天氧气血的才对 炖乌鸡汤 不好不好 他昏形 他喃喃自语 炖烟菜 这烟菜咱们可买不起 今下提醒他 得天氧气血 还得可口的 清爽的 吃起来又不费劲的 他吃了还想吃 杨岳绞尽脑汁 今下听着都觉得实在费劲 哎 小米糕 你说好不好 过了好半生 他总算想出个主意 今下点头如啄米 赞成道 好好好 这个好 顺便多蒸点 我也想吃 观益灶间内的小米 是现成的 当下杨岳连忙淘米抹粉 猪样事情样样细做来 无一样不用心 半个时辰之后 掀开蒸笼 将蒸好的小米糕取出 待热气烧散 把麦像好的 用干净纸细致的包起 剩下的也包了 让筋血揣怀里 走走走 咱们赶紧走 这个最好是趁热吃 两个人打听 乌安邦出没的几个码头 想往最近的码头去 码头处停泊了 至少数十条船 人声喧哗甚是热闹 杨岳正找哪条船上 有乌安邦的旗 今下眼角瞥了一眼 饭外演出 在定睛望去 不由得抿嘴笑着说 咱们今日运气好 一来便逮着个正着 杨岳寻的目光望去 一条大汗 身形魁梧 长手长脚 背对着他们正给船拴绳 头上一顶斗笠 压得嘀嘀的 哥哥 老爷子舍得让你出门吗 今下绕到汉子正面 小兮兮地说 这个人正是谢霄 见着今下愣了愣 然后笑着说 你怎么在这里 我原还想着去选你呢 选我做什么 今下低声取笑 你那晚闯祸 闯得还不够大吗 半个扬州城都占了三战 我要是老爷子 就怪你三个月 不许你出门半步 你怎得知道 谢霄说了一半就停了口 胡疑地看着他 此时杨岳也行过来 朝他抱拳施礼 上官姐姐呢 今下往旁边张望 他不在这里 昨日帮里有事 他去了江宁 还未回来呢 今下和杨岳对着一眼 心下皆奇怪 明明上官姐一早去见了陆毅 怎能还说未回来 莫说此时 他有意瞒着邪销 他们二人之间的事情 他们自然也不说破 杨岳说 谢兄 我有一事相求 也不知谢兄可否帮忙 我们线下正在找 一位姑娘的住所 只知道在水边不远 我按帮帮众甚多 不知可否替我打听下 这点小事 还用个求字啊 捏腿小瞧了我 你说 你要找的是谁 他姓宅明兰叶 是宅中宅园外的养女 据说这位宅园外 还是扬州知府的小舅子 谢霄听到这儿 大手一招 从近旁换了一位 卖鱼的年轻后生 珠子这般问他 年轻后生笑着说 他家爱喝鲜鱼汤 老胡头隔天就往他家送鱼 原是中富桥街 最近不知怎的搬到 关墙后街去了 倒给老胡头 省了好多事呢 关墙后街的何处 他家后脚门 紧急着棵大槐树 旁边还有个土地庙 谢霄是自小在扬州城 风袍长大的 听他这么一说 历史就明白了 当下解开揽绳 朝金下扬月道 你们上来 我带你们去 沿着水道走 左拐右转 到了一处桥头 谢霄指道说 你们这碗往前走 见着土地庙就是了 我横竖无事 就在这里等着 等完了事儿 咱们吃酒去 今下正于上岸 又看见杨月 小心翼翼 啪碰着小米高档模样 干脆换住他 讲装香料的木匣子 递过去 大杨 你去吧 我同谢大哥说说话 杨月愣了愣 你呀 不用着急 我们就在这里等着你啊 静下笑着说 即使替陆毅送吴家 想必宅兰也会亲见 只怕还得多问上几句话 让杨月独自去 还能与他说上话 多少解写他的相思之苦 杨月接过木匣 挠头笑了笑 转身走了 喜笑伸好绳子 往船上一靠 奇怪地说 你们不是来长岸的吗 这姑娘有嫌疑 内中详情不好对他说 今下指道 这位宅姑娘生得极好 陆大人今早在船上 见了他一面 回去之后 念念不忘 这不 制备了香料 让我们送过来献殷勤 鲁毅 邪笑伦哼了一声 看不出他那德行 居然还有风月中人 就是就是 静下笑嘻嘻地迎合着 你当的狗腿子 当的还挺乐和的呀 啊 邪笑斜眼替他 哥哥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 今下也不恼认真想了想 也不是 我这应该算是 身在曹营 心在汗 谢笑黑黑笑着摇摇头问他 那晚 你怎的知道是我 我不光知道是你 还知道 用雷鸣霹雳蛋的是上官姐姐 今下凑近他 压低声音说 我说哥哥 你也太不当心了 换了身皮就想换进去 那帮锦衣费 虽然不是好东西 可也不是混饭吃的 行了行了行了 帮不上忙还说风凉话 你且安心吧 陆大人线下忙得很 压根顾不上去理会你兄弟 提醒暗查史诗的人 胜敢着巴结他 肯定不敢乱动私行 把你兄弟看得紧是必然的 他好端端在里头 不会有什么事 听他说得有理 谢笑稍稍放心 我也悄悄替你探听着 若是打算将他移送到京里 金鞋撇他 慢吞吞道 在路上 总是好行些事吧 谢笑不作声 哼了两声 惊下手脚咸不住 一边说 一边起劲地 折腾船卤 这种摇卤船 北风少 江南多 他也没怎么见过 只懂推来推去 弄得船左右摇晃 只他图个新鲜 谢笑跟着船身晃来晃去 也不拙扰 游着他玩耍 两个人正想话时 一艘摇卤船飞快地 从桥那边划过来 溅起的水花响成一片 少帮主 出事了 信肖腾得立起身 贺问道 什么事 十几名兄弟 在贺家庄撞上了东阳人 那些人忙横得紧 一句话不说 上来就打 死伤了好几个兄弟 剩下的我们敌不过 进了卢伟道 才勉强逃了姓名 东阳人 今下吃了一惊 历史想起 之前听梁月 提过在医馆 有被东阳人打伤者 前来医治 官府竟然还未缉拿他们 你先下船去 我去去看看弟兄们 谢笑吵得道 回头得了空 我再来许你们 我同一块去 出于捕快的本能 今下瞧瞧 究竟是哪些窝口 如此苍狙 谢笑吱犹豫了一瞬 便痛快地点头说 你坐稳了 妖鹿船沿着水道 飞快前行 绕出扬州城 剑一般射入了大湖 朝西南面驶去 不多时便可看见 一大片卢伟道 两艘小船 鱼一般地钻进去 两人多高的卢伟 在周围轻轻摆动 船左一转右一转 初始惊吓 还能勉强记住路径 但三满五绕之后 就完全迷糊了 每个弯口看着都一模一样 实在瞧不出有何不同 莫白费神了 谢笑看出他想记路径 没我领着 你进来就只能鬼打墙 静下探道 独中一水浒转时呢 石节村也有这么一大片的伟道 阮氏三兄弟出没其间 那时候我一伙强人 著书力转 你是个官产 怎能也得看 看着解气啊 怎能不看 也是 如今朝堂坚定横行 俺达都敢抢到北京城外 哪天你若被人逼得 落草 我瞧也不新鲜 谢笑口中说着 瑶卢摆了方向朝左边档去 周遭豁然开阔起来 七八十条船聚集在此地 上官夕一席 偶塞罗山立在其间 宁眉沉默 正听手下帮众回禀事务 分外醒目 几乎在今朝看见他的同时 他也看见了他们 思维料到 谢笑与今朝会在一块 深情略争了正 少帮主 少帮主 周遭帮众纷纷唤道 谢笑迈开大步 踏着船板越过去 一直行到上官夕的身旁 少帮主 上官夕又看向 跟过来的今夏 袁姑娘 今夏朝他拱手失礼 还请姐姐恕我冒昧 听说这里出了事 和东阳人有关 所以我跟过来看看 言中了 姐 谢笑问上官夕 伤了几名弟兄 重伤六个 轻伤三个 上官夕深吸了口气 死了四个弟兄 谢笑沉默片刻 然后说 得我去看看 哦对了 老爷子那边 先瞒着点 几名受伤的弟兄 已经被送到医馆 上官夕先带他们 去了岸边 摆放尸首的所在 阴沉沉的屋子里 摆放着四具尸首 都用白布盖着 我能看看吗 今夏虽是棺材 但此地毕竟是 吴安邦的地盘 仍要讲些礼数 上官希望了 谢笑一言 简他并不反对 便上前揭开 尸首锁盖白布 今夏先探手 按了按 最近死者的肌肤 尚有弹性 死亡还不到半个时辰 再检查 他身上的伤口 他身上一共 有十几处伤口 其致命伤势 胸膛一刀 自右上往左下 刀口颇深 另外十几处分别在 肩胛 腹部和大腿 另外还有四处伤口发黑 谢笑这几年不在帮中 这四名死者 他都不熟悉 匕首询问上官西 呼的眼角 余光 瞥见今夏凑近 发黑的伤口 伸手拨弄 连忙探神 深臂把他拽开 喝道 当心 有毒的 声音之大 用力之猛 把金鹏的上官西 都惊着了 哎 我说哥哥 你别一惊一乍的行不 今夏无奈 把手晾给他看 我又不是头一天当不快 连着都不懂吗 不快 连着都不懂吗 不快 连着都不懂吗 咱们 咱们 咱们